而這名年僅一歲八個月的莊小弟弟 到現在還沒有脫離險境 被指控疑似虐童的鄧姓保姆 他也出面為自己喊冤 否認有對孩子施暴 也強調孩子身上的傷 是莊小弟弟自己弄的 絕對沒有虐待他 被家屬指控就是虐童元凶 鄧姓保姆一面錯起一面喊冤 他說孩子都是自己負責照顧 身上會出現癒傷 是因為好動疊傷的 否認有施虐 不過只承認腿部的癒傷 是因為管教來的 原本活蹦亂跳的孩子 現在命在淡系 莊小弟的爸媽說 因為工作關係 需要找二十四小時拖映的保姆 因此透過社會局保姆系統來引建 找到這位鄧姓保姆 怎麼也沒想到精挑細選的保姆 差點讓孩子沒了小命 父親說雖然知道這名保姆在九月份才拿到執照 不過因為實力去看過環境 加上社會局引建的社區保姆 事情也都通過考核 才放心把孩子交給他 沒想到才待了十一天就出事 而出事當天還有訪事員拜訪過 對於社會局的保姆機制已經沒了信心 社會局表示要取得保姆證照 必須先接受一百二十八小時的訓練 接下來還得每月接受訪事 社會局說目前台中市大約有三千位的社區保姆 訪事員審查的重點 除了環境之外 還有孩子和保姆的互動 不過因為都沒有出現異常 加上更新保姆並沒有家暴紀錄 因此沒有特別檢視孩子的身體 未來也將會加強訪事員對孩子的觀察 藉由林健森 彭煥群 台中報導